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反正这个位移我是能够求出来的 那么如果你要计算两点的相对位移 那就可以在两点分别加一个等值反向的贡献力 然后再求导再令等于0 这是我们上节课给出卡式定理 求一点位移它的优点 但是明显它也有对应的缺点 首先说用卡式定理求位移 只适用于线弹性结构 这是它的前提 应变能与余能相等 应变能对立的一阶导数 那么等于对应的光阴位移 所以它只能是线弹性结构 第二 计算没有载荷作用点的位移 那不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面要有实载荷和虚载荷同时使用 而且还要对载荷进行命名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适用于任何结构的一般性方法呢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问题抛出来是很贪婪的 我要找到一个适用于任何结构的一个一般性的方法 围绕着这个题目 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围绕着卡式定理这个公式 我们把第一项和第三项都引去 就留在第二项弯具 从这一项里面 我们看 这个积分符号里面呢 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 有一部分很明确 是M比上EI乘以DX 它是相当于是实际的利引起的实际的位移 对吧 那么另外一项 弯具对于利的偏导数这一项 它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弯具方程 对里面的利求导数 那其实不就是相当于 这个利如果等于一的话 对应的弯具方程吗 这样的话 这个积分符号里面这两项做惩罚 它表示的就是 FI等于一时 在实际载和引起的位移上 所做的功 而且前面没有二分之一 那它是长力做功 这就很有意思 这就引出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FI等于1这个利啊 并不是原来利系当中的利 它是一个相对虚构的一个利 这个利呢 是要加到这个结构上去的 第二个概念呢 这个利并不是在自己引起的位移上所做的功 对吧 这两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原来的问题是 在这个结构系统上 加上一个真实的载荷 然后呢 我对应的要求一个截面上的一个位移 这是一个原问题 原问题就是求这个德塔 真实的利求对应引起的位移 那么刚才我们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一个虚构的利 这个虚构的这个利啊 它对应的和我们要求的位移 这个广义位移方向是一致的 我要求这样的一个虚构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利在不是自己引起的位移上做功 那么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虚构原理 我首先介绍虚位移的概念 虚位移是指约束所允许的 也就是说满足边界条件的 满足连续性条件的 任意的微小位移 那我解释一下 这个微小的位移 可以是与真实位移 有关的位移 也可以是与真实位移 无关的位移 比如说无关的 我们这样是一个 事加上一个载荷结构 那么这是真实的位移 什么是无关的位移呢 我随便的这样的画一个 弹性的满足连续性条件 也满足连续性条件 那么它就是一个虚位移 它相对于真实位移来说 这就是虚位移 当然还可以是什么呢 与真实位移的一个增量 那比如说 这是施加载荷对应的真实位移 那么这样的一个 在真实位移边上 这个一个增量 它也可以看成 是原结构这样的一个虚位移 当然更可以是呢 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系统的 一个真实位移 比如说我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玄米粮 作用一个军部载荷 这是它的真实位移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系统 我不变 然后我就是载荷发生了变化 它对应引起的 当然也是这样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就相当于 原来这个问题里面 我就可以把它看成虚位移 反之 总之吧 虚位移是指实际的 有可能发生的无限小位移 这里的有可能就是说 满足约束条件 满足连续性条件 然后无限小位移就是 任意为小位移 这就是虚位移的定义 有了虚位移的概念 我们就很好理解虚功了 力在虚位移上做的功 就是虚功 也就是说 如果力做功的位移 不是以自己这个力本身引起的 这个力所做的功 就称之为虚功 我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简质量 我在西界面呢 作用一个F1载荷 引起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位移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如果在这个结构系统上 另外说就加个F2 当然这个位移呢 就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个位移并不是F1引起的 它对应的广义位移上 就是这个data 那就说F1对于位移 data来说 它就是所做的功 就称之为虚功 表示就这样来表示 那么如果说 我要给一个平衡力系啊 一个虚位移的话 那么各个力所做的功 显然就是长力功 比如在这里面 我们给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式子里面 那个data一星花呢 是F作用点 分别是沿着方向 对应的这样一个虚位移 那好了 我们给出虚功原理 平衡状态下 所有力 包括外力和内力 它各自的虚位移上 所做的虚功之和等于零 说白了 就是外力虚功 要等于内力虚功 那么钢体的虚功原理呢 就很好理解 它是说 作用在钢体上的平衡力系 在任意虚位移上 所做的虚功之和等于零 因为钢体它没有内力这一说 因此它对应的虚功原理 其实就是平衡方程 但是变形体虚功原理 这个理解起来呢 就稍微费点劲 说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变形体 在任意一个虚位移中 外力所做的虚功 等于弹性体内力的虚功 这个内力虚功数值上 就等于虚晕变能 它怎么来解释呢 你看 我们给出这么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简直量 我上面作用这样的一个载荷 那么它真实位移是如图所示 那么如果说给一个扰动 它对应的呢 就是一个虚位移 那么外力乘上这个虚位移 那么它所做的功 这就是虚功了 这个虚功还可以呢 怎么来求解呢 我们在这梁上随便找这么一个微段 这个微段呢 肯定包含着两步 它作用之后就有个变形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过程呢 这个微段这个变形的过程呢 理想的分成两步 第一步就是这个微段 有一个刚体位移 这一段啊 内力是不做功的 第二步呢 这个微段还有个变形 这个变形 当然就内力在虚位移上 就做虚功了 还可以这么来表示 那么一积分 那就是内力所对应的 对应的做的虚功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出证明来说 外力的虚功等于 这个积分就是内力所做的虚功 那这是可以给出证明来的 那么这个虚应变能呢 它在数值上啊 就等于内力的虚功 它是指弹性体在虚位移过程当中的 增加的这个应变能 那么我们这里面给出啊 我们所熟悉的四种内力 比如轴力 弯矩 轴 扭矩 还有简粒 所对应的变形 这个变形 假如说是一个虚位移的话 那么它所在这个内力 在虚位移上所做的功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 写出来 那么它的数值上 就等于虚应变能 为了区分于应变能 我们在虚应变能 为一比四种上那边 再打上一个星花 这里面所有带星花的 我们指的就是虚位移 或虚应变能 那么变形体的虚功 原理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虚功就等于 立在虚位移上所做的功 虚应变能呢 我们刚才给出来了 这两者是相等的 所以说外力虚功等于 内力虚功 也就等于虚应变能 注意一下 这个变形体的虚功原理啊 与材料的性能是没有关系的 它可以适用任何的弹性的 非线弹性的这些材料都可以 第二 整个推导过程 我们也没有要求结构的 位移与力 呈线性关系 所以说 它也适应于 位移与力 呈任何非线性关系的结构 好 这一节的知识点到这儿 再见